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再继续来探讨 散财童子五十三餐里面 最后一位大善之士 普贤菩萨 在我们上一个单元 我们已经谈到 普贤菩萨他为散财童子说法 说他过去累劫所修行的这样子的历程 尤其是他在过去在他所成就的法海中 没有一句一文 不是他舍施转轮王位而求得者 也就是普贤菩萨能够成就这样的大恨怨行 主要是他的成就都是他自己亲身所经历的 他所实践出来的 所以他的法海也就是他能够说的法 都是他自己所验证的 就一文一句 都是他经过他自己施舍不施一切而所求得的 所以我们听到诸佛菩萨的这样的修行过程 我们都非常的感动 觉得我们自己本身从文师修来学佛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好像是所说的都是在学习佛菩萨的境界 我们照着他们所正道的境界来说 那我们要真正能够透过自己的实践 而能够也正道自己的法 那那个就很不容易了 所以从普贤菩萨的这样子的教导里面 我们真的是要能够学习菩萨的这种菩萨道 是要来落实在实践我们的这种行为里面 那自己真的正道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那么我们说出来的时候 那那个就是我们的法 所以在这个过程 我们就要很多的这种实践 所以要有这样的信心 然后发菩提心 然后领导自己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都来勉励自己这样子能够做得到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生活规范里面也有一个引导 所以我想我们在学习善才童子的这样的参访 各大善知识 尤其这些善知识都是大菩萨 他们所修行的境界都是不可思议的 可是他们所正道的也都是累劫修行而来的 那所以我们在一生里面 我们时间可能也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的思 我们的念头 那我们的行为里面 都能够尽量把它付诸实行 那这样子可能我们一生里面 就比较能够学习到菩萨的一点一滴 因为菩萨都是累劫修行的 那我们的一生也不过在 一个这种差诚节的 这种长时间里面的一小段而已 所以我们更加能够 对于我们所面对的这一些种种的历境 种种的这一些的我们的生命的过程 我们应该更加要去承担 然后努力的来实践我们自己的学佛的 这样的一种一个真正的落实 那这样的话我们也能够一点一滴累积起来 那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学佛 然后从善才童子所参访的这一些大善之士 的菩萨行里面所学习到的 给我们的鼓励跟信心 那我们接着呢 就再继续来看普贤菩萨 接着跟善才童子所开示的内容 那我们来称念佛号还有战经记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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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愿解如来 真实义 普贤菩萨他向善才童子开示了 他所求的法都是救护一切众生 一心思维如何让一切众生能够得到安乐 能够得到智慧 所以他在往昔的因缘 他都是这样子在利益众生 所以他告诉善才童子 他过去的一切节里面 他都是这样子在修行 所以他能够成就他的 不可思议的设身 所以在经文里面 就很印象深刻的 就是普贤菩萨告诉善才童子 他就说 如此观我如是设身 他说你来看看我的这个设身 我这个设身是无边解海之所成就的 那因为普贤菩萨的设身的不可思议 他是无量千亿哪由他结 难见难闻 就是我们平常看到普贤菩萨 他就是很庄严的坐在这个白象上面 然后有这个六崖的这个白象 然后他手上的代表物就是拖着如意 坐在这个大白象上面是他的骑坐 那他的设身的这样的不可思议呢 实际上都是累结修来的 他在告诉善才童子 他说善男子啊 若有众生 未众善根 急众少 善根身闻菩萨 由善不得闻我名字 旷见我身 这个意思呢 也就是说 普贤菩萨是累结修菩萨型的大菩萨 那么如果只是一般的众生 没有修过善根的 那就是凡夫众生 那他根本就不知道 普贤菩萨的这样子的利益众生的大恨 那乃至呢 如果他只是扫善根 或者是修僧文啊 或是小的发心的菩萨 那这些呢 他们也没有办法听闻到 普贤菩萨的名字 何况说 能够见到普贤菩萨的色身 那就表示说 就像善才童子呢 他这样子努力来参访 然后发菩提心 要去学习菩萨型 来成就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的 这样子呢 他才能够看到普贤菩萨 所以在这里的比喻呢 也就是说 要能够看到普贤菩萨呢 就等于是说 他已经有这种境界了 他已经有发菩提心 要修菩萨行 成菩萨道的这样子的心呢 他才能够领会到普贤菩萨的 他的这样子的大愿 他的菩萨行 那不然的话呢 就是听到也不知道 普贤菩萨的境界了 那接着呢 普贤菩萨又告诉善才童子 他说善男子 若有众生 得闻我名 与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不复退转 若见若处 若迎若送 若战随足 乃至梦中 见闻我者 皆亦如是 也就是我们一般说 能够得到普贤菩萨的加持 那可以从文明 或者是称明 那这样子的利益功德 他就可以不退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也就是得到普贤菩萨的加持 所以这边就是文明的利益 就好像我们一般 能够听闻到诸大菩萨 文殊菩萨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乃至诸佛 阿弥陀佛 药师佛 东方阿处佛 那有能够称念 诸佛菩萨的圣号 那也可以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 所以在这里呢 也就是普贤菩萨呢 他跟所有的诸佛 跟大菩萨一样的 他们也就是能够得到 菩萨的加持 只要愿意称念 诸佛菩萨的圣号的 那么佛菩萨都知道 那普贤菩萨也是这样子在加持 所以这里呢 就是能够听闻 闻名 然后呢 又能够触摸 那如果我们现在 要能够触摸呢 那就是普贤菩萨的圣像 那或者是迎普贤菩萨的圣像 那就是我们能够供养普贤菩萨的圣像 那若送呢 就是如果我们像有法会啊 那有这一些的大型的活动啊 那我们能够供养佛像在一个大会里面啊 那这个活动结束了 那我们还是把佛像啊 请回我们本来的地方啊 那就等于是说 在迎送的过程呢 我们都很恭敬的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心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心 就有这位菩萨的这种感应在我们的心里了 所以说若占水族 就是只要我们的心念对菩萨呢 有一个向往的心 那我们呢 也可以得到普贤菩萨的加持 那对于阿尿多罗三秒参菩提心呢 就不会退转 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过程 在经典里面啊 我们也常常看到 在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 他的弟子们听到佛说法 就马上证到出果 证到欧罗汉果 那就是他们的心呢 跟佛所说的法 他是很契合的 而且他们的心是非常专注于 要怎么样子能够证到这样子的 清净的我们生命里面的本质 所以当佛一说到 他自己所证到的这样子的果的境界的时候 那他弟子呢一相应 他是马上证到了 那证到的时候呢 他就不会退转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能够有普贤菩萨的加持的 那也就是得到普贤菩萨的 所证到的菩提心的加持 所以我们能够称念 那我们当下就是不退转了 那可是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心 又是更多的妄想 那我们的念头呢 没有放在我们要称念的 普贤菩萨的圣号上面 那即使我们称念了 有加持不退转 可是我们又把我们的念头 又转到我们的妄想的时候呢 那那个时候呢 是因为我们又离开了这样的一个清净念 所以呢 我们自己本身就离开了这个加持力 不是说普贤菩萨没有加持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怪自己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 那为什么我们也有念啊 那为什么还会退转啊 那是因为我们念的没有 那么精进 我们还是有这种间断心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我们要修行的 这种要能够有进步的地方 就是在于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观察自己 我们的念念能够不间断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能够借着这里呢 来了解说我们众生 有菩萨的这样子的承诺 可是呢 我们没有得到我们希望的利益呢 主要是我们自己 没有这样子的精进的原因 所以也不能怪菩萨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再继续看到普贤菩萨呢 跟善才同时啊 他就说明能够闻明 然后呢 对菩萨的这种向往 恭敬 那都可以得到利益 那乃至梦中见闻我者 就是在梦中会梦到普贤菩萨的 那也是一样 也就是就不会退转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知道 于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呢 不复退转 就表示说 我们始终呢 都有一个最正确的 而且是最究竟的目标 也就是我们能够自觉 然后觉它 所以自觉是一个觉 就像欧罗汉所证到的欧罗汉果 或者是原觉 辟之佛 他们所证到的果 也都是觉 只是这个觉呢 是自己生命的本体的觉 就好像是一盆水啊 它很清净 那我们知道说 这个水很清净 可是那个水呢 它很清净就放在被子里面 那它就是保持水的清净 可是菩萨跟佛的觉呢 它能够觉它到觉性圆满 就表示说 它好像是这一杯清净的水啊 它还能够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解渴 那它这个水呢 也可以清净众生的这一些染污烦恼 然后呢 它这个水还是可以保持清净 它在善用这个水的过程啊 那这个水是极尽其用 而且这个水还是保持清净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比一杯放在桌子上 没有去喝的这样的清净的水啊 它才有真正的利益 才有它的价值存在 所以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的这个尊贵呢 它为什么在大乘的经典里面 这样子强调呢 最主要就是要有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简称菩提心呢 那它才能够真正的利益整个世界 整个人类啊 或者是乃至整个法界 那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 可是我们有这样的目标的时候 我们第一 我们可以自觉的过程呢 我们可以去除自己的染污 就是把自己的习性啊 我们的缺点啊 我们能够自己反省啊 至少呢 我们减低做不对的事情 那我们呢 增加好的事情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就是能够利益自己 自觉 然后呢 在我们的这个自觉的过程呢 我们也可以绝它 就是利益别人 绝它的过程呢 实际上就是要了解众生 他们的问题 其实也跟我们自己的问题一样 我们不喜欢受苦 我们不喜欢受骗 我们不喜欢被人家欺负 别人也一样不愿意受这样的待遇啊 所以我们就要对人家恭敬 我们要对别人呢 我们都要守信啊 不要欺负别人啊 那一样的这样的过程呢 就是在修菩萨行 因为这样子的过程呢 就是自觉到别人跟我们一样 这样就是觉它了 那能够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都能够用菩提心呢 来带领我们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遇到的这一些的 过程的这一些的挫折啊 或者是困境啊 种种啊 那乃至我们自己的习气啊 那我们就会比较有勇敢的说 那我们再承受吧 我们再来啊 就是自己修不好啊 那我们就来啊 继续好好的修啊 那我们的这些过程 我们怎么样培养自己的能力 然后呢 我们对我们所所处的环境啊 那怎么样的多了解 然后培养自己的能力去面对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善用我们的生命 那好好的学习啊 所以这个过程呢 我们从大菩萨的成就里面啊 我们能够落实在我们自己 小小的这种学习里面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有我们每一生的 学习跟成就啦 那应该是这样子来累积的啊 那下面呢就是普贤菩萨 他有告诉善才童子啊 你说若有众生一日一夜 意念与我即得成熟 就是如果也有众生呢 他就是一天一夜 他意念普贤菩萨 那就是等于一天一夜啊 他的心呢都放在普贤菩萨上面 那我们一般呢 最简单的就是称念 南无大恨普贤菩萨 南无大恨普贤菩萨 那在经文里面用意念呢 应该也就是说 当我们称念菩萨的圣号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也要在 不是说一般说口念佛啊 心呢就随处跑啊 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没有意念 只有口念 那在这里的意念呢 就是能够心心念念 那么一日一夜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可以得到成熟 所以成熟呢 也是可以得到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的 不退转 也是称念 普贤菩萨的圣号 所得到的真正的利益呢 是能够在于 我们求菩提心的 上面的更加的增长 就等于是我们的心 就更加确定 我们要去能够修菩萨行 然后对自己的生命的承担 所以我们慢慢的 越来越了解佛经里面 所讲的道理啊 基本上 就是讲我们生命里面的内容 就是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 贪嗔之烦恼 然后呢 也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能力 那那个发挥出来呢 也就是菩萨行 然后 能够在这样子的过程 能够圆满成熟 那就是能够成就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诸佛所正道的 就是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的 这样子的圆满的觉性 它就不是只有自觉 而且要能够觉它而圆满 那在经文里面呢 普贤菩萨也告诉善才同志 不只是一日一夜 那乃至呢 有七日七夜 或者是半个月 一个月 或者是半年 一年 乃至一百年 一千年 乃至一节 一百节 这个时间就很长 然后长到呢 乃至不可说 不可说 前面一个不可说已经是 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 那下面再一个不可说呢 就表示说 连前面的不可说 也不可说 哇 那个数目太大了 那这样子的 那这样子的 不可说的是 佛刹围成数节 那就表示说 我们可以 以这么大的一个 节的时间数 来做基本的单位 然后呢 又更多 多到不可说 而不可说 那 它的内容呢 是以一个佛的 佛国土里面的 这一些的成差 就是一个成 就是一个佛国土 那这样子有多少的佛国土 那这样的时间呢 这么长 都能够意念于我 而成熟者 也就是 用这么长的时间呢 来意念普贤菩萨 那这样子的 当然呢 也更能够成就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那这个地方呢 又再重复 就是说那有的人呢 如果呢 我们用一生来说好了 那有的人是用一生 或者是百生 就是我们的生死一回 那就是一生 那他有百生 都能够来称念 普贤菩萨的圣号 那也是能够成就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那这个呢 是普贤菩萨 他告诉善才同志的 就是能够称念普贤菩萨 意念普贤菩萨 所得到的利益 那乃至有的呢 他能够看到普贤菩萨 放大光明 或见到普贤菩萨 震动佛刹 或者他身不畏 或身欢喜 皆得成熟 那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当他看到普贤菩萨的 这种不可思议的景象 那有的看到佛菩萨的光明 那有的呢 他看到佛的圣像的时候呢 他心里呢 他就会有这种触动 他的心呢 就会觉得很感动 那有的呢 也会生恐怖心 那有的呢 会生欢喜心 那这些呢 总是呢 也都得到普贤菩萨的加持 而能够与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呢 不退转 那这个呢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 就是我们看到佛菩萨圣像的时候 那在这里呢 当然是以普贤菩萨为主要的对象 那我们也可以普遍的来 就是来就是扩展 就是所有的佛菩萨像 应该也都是有这样的作用 那最主要的就是 我们当我们瞻仰佛菩萨像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是很专注的 那我们的心就是 就是很恭敬的 那么在看着这个佛菩萨像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心的专注一意 那特别的佛菩萨的这种感应呢 我们的心就非常的敏感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在经典里面就是很维系的 就是说 一个是我们自己称念 菩萨的圣号 一个是我们能够意念 或者是我们能够 碰到 菩萨的圣像 那或者看到佛 菩萨的这一些的感应 那我们就是从心里呢 就是触动到 那这样子呢也可以得到成熟 也能够成就我们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不退转 那在这个部分呢 那在这个部分呢 普贤菩萨呢就有一个结论 就是他呢 是以如是等佛刹为陈述方便门 令诸众生于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得不退转 也就是普贤菩萨呢 他始终都是借由不同的方便法门 就是善巧方便各种的方法 那么只要是众生的心呢 或者是眼睛啊 或者是手啊 那或者是各种的 六根的这种触动啊 跟佛菩萨接触的时候 那么普贤菩萨呢 他就让众生呢 可以得到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不退转 那这个就是普贤菩萨的 这个度化众生的方法 藉由各种的这一些的方便善巧啊 去触动到这个众生呢 当他有这样子的感动的时候呢 他最主要的就是